演员的喜爱 三位呢都是内地优秀的歌手和演员 而且作为中国电影界年轻力量的代表 他们有着超越年龄的执着和坚持 而且一直在向观众传递出 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深受大众的认可和喜爱 那近年来他们也在电影领域 进行着不断的尝试和探索 王俊凯的作品也有 《解忧杂货店》以及《长城》当中 都有着优秀的表现 那我们也期待着 他们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加优秀的作品 再一次欢迎三位 接下来走上的女孩中 精纯可爱的沈嘉宜 也是邻家女孩型的代表 而中国内地男演员陈晓 在公所城乡 以及智取微虎山 睡在我上部的兄弟中 都塑造了非常鲜明的人物形象 为观众所赎爱 来 有请我们三位年轻的演员 到我们的采访区来 有请 可以说三位当中其中有两位 已经迈入了影视高校 对于表演一定有自己的心格 是非常幸运能够得到更多人的喜爱和认可 而且现在他们是唱而优责演 那现在是不是越来越爱上了 演员的这个职业 我们不妨请三位分别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们心中所理解的演员这个职业 所带给他们的这种成功好不好 好 我们先请静凯开始好吗 因为我最近 因为我是以前电影学院学生嘛 所以说我觉得演员就是 我也非常开心 因为之前能够参加到长城主角拍摄 让我提前感受到演员 对于演戏这种精进业业的精神 那么我们也会继续地努力下去 因为刚刚踏入学校的校门 然后所以在演戏这方面 会有更多的自己的提升跟学习 然后希望以后能诚实 在更好的学习以后 然后诚实更多优秀的学习 我觉得演戏呢 每一部戏演每一个角色 就是在诠释一种不同的人生 就是一种不同的人 那我很高兴有机会参与一些电影 以及电视作品 那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觉得我会认真对待我的每一部作品 然后争取诠释好的角色 然后也希望自己不断努力 好 我们也非常期待三位能够成为优秀的表演者 谢谢 加油 好 没场 接下来走 王俊凯 欢迎各位 这部影片的主题可以用五个词概括 信任 责任 忠诚 热血 牺牲 可以说最终正是凭借这种中国精神 拯救了世界 除了故事的大背景呢 影片的多处细节都能够体现张一谋导演 对中国文化传承的坚持 好的 再一次欢迎我们电影长城剧组的各位主创人员 欢迎 我们就看到了我们的王俊凯 我们的小凯 然后这次来参加我们的这个 三百多位我们的电影人的这样的一个盛会 心情怎么样 非常开心的 就非常荣幸能够跟这么多电影前辈 电影人的前辈们是来学习 几率自己的编册子 我们知道我们这次 小凯是在里面有扮演角色的这个 我们的长城也是收获了提名 心情开心吗 挺开心的 因为长城这部电影算是我就是 大荧幕的第一个作品 也是非常意义深重的 那你在里面的话 你怎么评价陆寒的演技呢 因为我们其实是分开开的 所以我不知道陆哥 因为看了电影之后 觉得陆哥也是演得非常好 也值得学习的 好的 好的谢谢我们的小凯 谢谢一会儿见 谢谢